in the beginning 哈囉大家 我剛剛上完我大學生來的最後一堂課 然後呢 我現在走出教室 就是想說可以帶大家來個成大校園巡禮 順便呢讓我回味一下 就是我這大學五年來待過的地方 那平常呢我如果呢沒有什麼事要做要回家的話 我就會走那邊就是那邊是我們的停車場 可是因為今天我想要就是走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用走的 然後剛好因為我還有一些東西在外文器館沒有拿 所以我們只有一起先去外文器館拿東西 台南真的是超級熱的 其實因為大一大二的時候我還沒有摩托車 然後我都是走路跟騎腳踏車上學的 所以會經過這個榮園 因為文學院就在這邊 所以如果早上來走的話就是非常的熱 因為我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時候轉外文系的 就是雖然我的學級停留在大二就是這樣轉 但實際上我就是那時候已經大三了 所以現在我的學級是算大四 可是呢這是我的第五年 現在上班了 那邊叫不好 欸那個 好怕 我來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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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拿到東西了 工程滲退 那我們現在去 回顧一下 就在旁邊的 中文系 就是我大一到大二 待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不確定說 會有沒有開放給別人進去 其實平常如果太陽足夠的話這樣 看起來是蠻美的 而且今天天空比較乾淨一點 好可愛 喔 GoPro是開的 應該是可以進去吧 這個呢就是我們中文系唯一的中庭 總共就這樣三層樓 剛剛發現一件超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遇到一個不想遇到的老師 然後我就 跑出去 然後再跑進來 超白癡 然後這個就是恐怖的地下室 下面呢是我們中文系的黑盒子 就是演劇場的地方 我們帶大家來探險一下 但其實這裡有一個 不進步的空間就是 文學系唯一的這個 新北歐山廁所 但是 如同大家所見 平常如果沒有來使用的話 就是非常的黑暗 然後這裡就非常的恐怖 然後這裡呢 裡面超大的鏡子 就是以前如果有銀隊 然後來練舞的話呢 就會在這一面 鏡子 就是我 哈哈 那整個中文系大概就這樣子 非常的 有古早味 那因為現在是上課時間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進去教室裡面拍 因為都會有人在上課 所以 今天就先這樣子辦 以前可能當高中生的時候 都會幻想說 自己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悠閒的走在大學校園的街頭 就像這樣子 然後迎著風 然後上了大學才知道 每次都是 上課前十分鐘 慌慌張張的起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榮園的正面 其實榮樹在裡面那一棵 就是 國泰銀行的榮樹 就是這一棵 國泰銀行的榮樹 那呢 我們所有畢業生的畢業照 基本上都是在這一塊 空地拍的 就是全校的畢業生都是 這樣當背景其實又挺漂亮的 非常的悠閒自在 殊不知 已經要 要畢業了 那 既然都已經來到這裡了 我想說 那就帶大家去一下我們的 宿舍 帶大家看一下我 大一的時候住的地方 那其實因為我手術是大二的時候才做的 所以呢 我大一到大二的時候 我的身分證上面 還是寫原本的性別 所以呢 是不能住女宿的 換句話來說 就是我大一的時候是住男宿 就在這個校區裡面 那其實呢 我當時是有尋求學校的幫助 並不是 就單純的跟其他男同學住在一起這樣 所以 關於這個宿舍的故事 我覺得我們可以改天再講 喔 現在真的是熱到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瘋了 才在這種天氣跟 大家一起出來散步 然後呢 我們又回到 剛剛上課出來的地方 就是這邊 我剛剛上完菜文課 然後在這個校區的男生宿舍 有兩棟 就是 我們俗稱的光一跟光二 然後呢 我們的目的地已經到了 就是這棟 這棟光復第一宿舍 就是我當初住的 光一 但其實因為這一棟 在我那個時候已經可以住女生了 也是會常常在這邊看到一些女生 因為我的情況那時候比較特殊嘛 所以其實我是住在一個 很 比較方便的位置 但我不確定現在的學校 是不是還是採取 這種的措施 然後這是宿舍前面的停車區 很多台腳踏車 有一點 懷念又有點 不太懷念的感覺 這是正門 這是側門嘛 這裡有一個側門 然後因為呢 我宿舍被安排在 比較側的位置 所以我每次呢 都是騎腳踏車 然後呢 雲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快跑 衝進去 因為我不想要被 任何人看到 然後呢 我就會從這個門 這樣快跑進去 然後 跑跑跑呢 趕快呢 解鎖 然後跑進去 然後我的宿舍就在那裡 但因為現在我也沒有鑰匙卡 所以不能 拍給大家看 然後呢 廁所就在這裡 這裡進去就是廁所 所以呢 離廁所非常的近 然後這邊呢 這個就是賽衣間 好啦 那宿舍差不多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個呢 屹立在我們校園中間的這個 雕像 叫做飛撲 就是我們有一個 關於飛撲的傳說 就是如果呢 你騎腳踏車 或是 你從下面經過的話 就會被二一 那我個人呢 就是呢 非常的迷信 對 所以 所以我還真的沒有 直接從下面穿過的經驗 那呢 我現在也沒有呢 想要去下面穿過的慾望 因為我的分數還沒出來唷 請先不要在這個時候 被二一 謝謝 你看我現在 流汗 流汗流到不行 好啦 那這個校區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 現在就 騎車買午餐回家吧 哈囉大家 我剛剛在整理我的東西 然後想說 我要找那個 手機的腳架 拍給大家看我 整理房間的過程 結果 這個櫃子 就給我這樣倒下去了 然後 東西就變這麼亂了 真的 我本來還想說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房間 還沒整理前的樣子 結果 變那麼亂了 是在跟我 開玩笑嗎 嗯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就是 這就是我的窗 然後我剛剛在 整理一些 後幾天要表演 要用的資料 然後這是我 通常我都坐在這邊 這是我的椅子 通常我都坐在這邊 然後那個 看手機啊 然後用電腦啊 剪影片啊 化妝 都是在這邊 然後這是我的化妝桌 然後抽地 左邊這個抽地就是放一些保養品 化妝品 然後 又 左邊這個呢 就是放一些書 的資料 然後這邊這個櫃子呢 這四個櫃子 主要是呢 我不太會用到的東西 就是一些 資料啊 一些書 然後這兩個 就是雜物 就是這裡 這個是食物 那這一個呢 是 化妝棉 衛生紙 一些 補充包 那這邊呢 通常我都是這樣 放下來 眼不見為盡 然後再可以打開 然後呢 上面呢 就是又是一些書 這邊放的都是比較是 那個學期會用到的書 像這個就是我這個學期的日文課本 那這邊呢 就是已經用完了 用不到的書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 帶洗的衣物 跟我的 環狀燈 跟這個 腳架 然後呢 這是我的 之前學的吉他 然後呢 這個是網購的 用過的箱子 再來這裡就是我的鞋子區 啊 我們還是要面對這一坨 髒亂的東西 然後呢 哈囉大家 今天是6月27 然後呢 今天呢 是我 大學生來中 最後一場 就是 活動的表演 那昨天呢 忙到非常晚 然後前天晚上都沒睡 然後 昨天呢 到現在 差不多只睡了 大概五個 五六個小時 現在其實有點累 然後 講話其實有點 很卡 但 現在就是準備呢 要出發去練習了 好累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都是我之前 整理好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今天要用到的 然後等一下 表演完回來 再來整理 我的表演服裝 跟 我要帶的化妝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就出發吧 不然已經有點 小遲到了 到了 長江宮大學 醫學院 走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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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开始拍第一首歌 我们现在在干嘛 现在采完要吃饭了 这是鸡腿吗 鸡腿跟鸡排 天啊我最讨厌黄龙波跟皮蛋 鸡大城耶 要练习了 9号在哪里 喔齁 专业歌手 哈喽 我们练完了 然后刚刚我觉得是一团糟 然后现在大家要去化妆吃饭 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去吃饭 可是我没有吃饭 然后现在再担一面 这在里面 在里面 紧张吗 因为呢我不只要化自己的妆 我也要方便化妆 所以 那再告知呢可能要再快点 所以快点 好我现在化完妆了 我妆差不多就是长这个样子 一点亮片 然后现在就方便化妆 再见 喔 紧张啊 喔好紧张喔 哇你皱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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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嗎 喔有点 我以为你要拍照 哈喽 我看完小子 大光 同學 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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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辛苦了 辛苦了 耶 來我們請問主角 演完的第一個感想什麼 好累 好累 這樣值得嗎 知道值得 我們現在的東西收一收 好出去成功廳啦 男生在後面 在後面 來 哇 搬家工人 喔 免費搬家工人 哇 沒想到我有養工具人的錢 哈哈哈哈 我要離開了 要離開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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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大家我回家了 這個是我的行李 現在在 在我房間的混亂的亂狀 一片混亂 然後我剛剛跟我舅舅跟舅媽 去國華街吃小酒米粉 然後我就一路睡睡到回家 差不多半個小時 然後現在到家 把東西搬進來 我真的覺得 超累又超熱 我真的 已經不行了 所以 我想要先躺在床上睡一下 不然我真的會 暈倒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 分享 然後別忘了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